您各位好啊,我是昆仑刘石 您说,这紫禁城里的什么最多呀? 有人说房子呀,你没听说吗? 这紫禁城的房子呀,它有9999间半 咱们先不说,您说这数啊,它准确不准确 但有一样啊,就比这房子多 什么呀?龙啊 天子认为啊,这龙是自己个儿的象征 所以啊,这故宫里啊,无处不在 到处都有龙的身影 要说这最好看的故宫龙啊 那我说呀,那肯定是宁寿宫黄极门外的九龙壁 这块九龙壁啊,其实啊 是黄极门外的一块单面影壁 全长啊,有十丈,高一丈二 您别看它不大啊 总重量啊,有三百多吨 那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这块罩壁啊,是乾隆三十七年 改建宁寿宫时烧造的 这乾隆皇帝啊,看见这山西大同 浮雕的龙,突出墙面啊,足足半尺多高 那真是徐徐如生,呼之欲出啊 艺术价值那是相当的高啊 这黄色的龙啊,在正居中 前转啊,做抱团状 后转分踏海水 龙身卷曲,将这火焰宝珠啊 拖于头下 唐木章额是威风凛然的 再往两侧呀,有生龙,有将龙 也有龙腾四海,也有龙闹九霄 有人说了,这寓意好啊 中间那个黄龙啊,象征着皇上老爷子 两侧的八条龙呢,象征着满洲八旗 这解释简直都是胡了天了呀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 您想啊,这清朝的九龙壁这么解释也就算了 那要是这明朝的怎么办啊 那他到底为什么是九条龙呢 哎,我跟您说吧 这九啊,是阳术之极啊 一三五七九是阳术 这皇上老爷子用的呢 他肯定用阳术啊 您看这九龙壁啊 他从中间这条龙开始 每望外辐射两条龙啊 他实际上是多一个区域 他一共呢,他有五个区域 这里啊,他暗合着九五之意 也就是说呢 这皇上老爷子是九五至尊 Number One 全世界最牛逼的意思 您瞧,我给您解释的多好 这肯定是正理啊 关键他呀,还通俗易懂 这故宫九龙壁里啊 他有个小秘密 我想啊,全国人民呢 他绝对多数都知道 这自媒体一盛行啊 这玩意儿他已然吵的呀 都不是秘密了 就是这九龙壁啊 靠东侧,那条回头的白龙 肚子上啊 本来是该有的一块琉璃布件啊 不知道为什么 被人呢,换上了一块南木构件 有人就说了 这就是当初啊 这工匠他不小心 把那块琉璃件给碰坏了 锁里呢,就找了一个手巧的这木径啊 做了一块相同的南木构件 给补上去了 再刷上白色,对上白漆 哎,一下子呀 就瞒了这皇上老爷子二百年 这可不是一个人在作死 这是一帮的人在作死 这样让皇上老爷子看出来 杀的可不单止 工头和工匠的脑袋那么简单 怒不好啊 都他娘的得连坐 再有了 无论是在当年 还是现在呀 取下这块琉璃砖 重新烧造填补一块 都不是难事 比起这造假一块木头的 它容易多了 也许呀 是这编瞎话的导游啊 觉得这自个儿啊 编的这些故事 它确实有点不靠谱 就又编出了几个说法 有这玄学书 有这个风水书 还有啊 眼镇书 这紫禁城里啊 原来住的都是小心眼的后妃们 还有这零根不全的太监 心里扭曲呀 倒是啊 难免做出这眼镇的事 可是眼镇我听说 不是扎豆草枝 拿小枝扎吗 这种眼镇的方法 我还是真没听说过 哪天呀 遇上个道士 我得好好问问 哎 您别光听我讲故事了 您也聊聊您的看法吧 您觉得 这是为什么呀 反正啊 我是没想透 还得呀 经您点播点播 给我解惑不是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就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今儿个 咱们就到这儿 改天呀 我接着带您 逛故宫 咱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点赞并转发